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张婷综合报道 与习会面后 布林肯开新闻会公开访华内容 4月26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在北京与中共党魁会面 随后召开新闻会公布了访华内容 布林肯访华正值美中关系 因中共支持俄罗斯 以及科技战陷入紧张之际 在新闻会上 布林肯以最强烈的措辞 阐述了美国对中共 支持俄罗斯的看法 他还提到了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的议题 包括俄乌战 中东问题 中共不公平的竞争 南海问题 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和中共的人权侵犯问题等 布林肯与中共党魁习近平 中共外长王毅等官员进行了会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发表声明说 双方就双边关系中的关键优先事项 以及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 进行了实质性讨论 国务卿谈到了中国扭曲贸易 或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 非市场经济政策和做法 并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 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表示关切 米勒说 根据中共外交部发布的会议摘要 习近平在和布林肯会面期间 强调美中合作重要性 他表示 中美应该做伙伴 而不是当对手 习在会谈中也透露 北京对美国联合盟友的担忧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 布林肯则强调 美国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 捍卫美国以及盟友和伙伴的利益和价值观 包括防止美国先进技术 被用来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 据彭博社报道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约瑟夫·格雷格里·马奥尼认为 两个对手之间的外交访问 正在成为强调分歧的特洛伊木马 他补充说 这似乎就是美国心目中的护栏 这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 防止出现去年所经历的那种危险的临界点 同时仍在向冷战模式迈进 布林肯 中共的支持使得俄乌战得以持续 和习近平会面后 布林肯召开新闻发布会 他表示 已经向中共领导人极其明确地表明了 美国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关切 我们得看看 接下来会有什么行动 他强调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依赖于北京的支持 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 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攻击 布林肯对记者说 他还表示 已向中共领导人重申了 华盛顿对北京继续向俄罗斯 供应机械工具 微芯片和其他材料的担忧 俄罗斯正在利用这些产品制造 攻打乌克兰所需武器 布林肯 美国清楚看到中共带来的挑战 布林肯强调 虽然美国寻求改善与中方的关系 但同时也清楚地看到 中共带来的挑战 以及美中对未来的不同愿景 美国将永远捍卫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 他表示 已经向中方表达了美国对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 以及工业产能过剩的关切 这将导致市场泛滥 破坏竞争 使世界各地的企业面临风险 我们希望中国经济增长 但中国实现增长的方式很重要 布林肯补充说 这意味着培养一种健康的经济关系 让美国工人和公司受到平等和公平的对待 国务卿还表示 在未来几周 美中将就人工智慧的风险分享看法 南海和台湾问题 布林肯在新闻会上说 他就中共在南海采取的危险行动向中共施压 他说 许多国家都对此类行为表示关注 美国将努力缓和紧张局势 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承诺是铁定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介绍说 布林肯提出了 美方对中共在人爱交破坏稳定的行为表示关注 国务卿同时也表达了 维护南海法治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在和中共高层会面期间 布林肯也明确了 美国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关注 他重申了华盛顿的一中政策 但同时也强调了 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他还向中方提出了 美国对中共一系列人权侵犯的关注 包括对香港自治的侵蚀 在西藏的人权侵犯 以及一些人权侵犯的具体个案 他同时也表达了对新闻自由的关注 中东问题 布林肯访华正值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尚未结束 伊朗就在4月13日 对以色列发动空前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 这也是伊朗首次从其本土上 直接向以色列发动攻击 布林肯在周五的新闻会上说 他敦促中共阻止伊朗和其他国家 加剧中东紧张局势 美方也将继续与中方就这些外交问题进行高层讨论 美中持续紧张的外交关系 为遏制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威胁 美国限制对华出口高端技术 布林肯周三抵达中国前几个小时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法案 其中包括提供约81亿美元 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行动 为台湾提供国防援助 此举进一步凸显了美中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和 法案还包括要求中国公司字节跳动 与TikTok在美国的业务玻璃 否则美国将对TikTok实施全面封杀 周五早些时候 布林肯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进行了长达五个半小时的会面 其中包括工作午餐 在布林肯从美国启程前往北京的当天 华尔街日报爆料 美国正在起草制裁措施 为布林肯提供与中共谈判的外交筹码 这些制裁措施可能会切断一些中国银行 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 美国官员们希望 布林肯能够借助切断中资银行 获取美元渠道这一警告 来说服中共政府停止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 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 在与布林肯的会面中承认 中美关系负面因素仍在上升机具 他要求美方停止宣传中国产能过剩 而美国正在号召欧盟与美国一起反对 中共的产业政策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本月警告中共领导人 中国的廉价出口是全世界的担忧 德国总理奥拉夫 舒尔茨在最近访华期间 多次重申了这一看法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